放下放下放下 那是给皇上吃的 那是给皇上吃的 你这么贪吃 皇上也知道你要你命的 咱吃给他吃差不多 放下放下 朱元璋刚想吃饼 却被厨师直接拦下 奈何朱元璋早就吃腻了山珍海味 一闻到烧饼的香味 根本走不动路 直接在现场吃了起来 一口烧饼一口鸭血汤 吃的那叫一个爽 当然马皇后可不是白请朱元璋吃饭的 马皇后有什么目的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原来五年前为了让刘伯温安心打工 马皇后亲口答应要刘伯温再干五年 五年后亲自送老刘回乡养老 如今五年支气已到 朱元璋却不愿放人 他都快六十了 跟着你到现在也算是鞠躬尽瘁了 你就傻他个太平晚年吧 老朱一听就不乐意了 这叫什么话 难道再朝未官就没有太平晚年了 给我老朱打工就是剥削他了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顾虚你在干账 不管是你在家里还是在外头 皇上惊口欲言发话了 马皇后也不得不听 只得从一锅刚出炉的烧饼中 挑一个烤黑的 太儿送给了刘伯温 刘伯温先开始和一看 这烧饼比朱元璋的脸还黑 心里一下就就明白了 此时朝廷上已经闹了起来 户部尚书旅厂在朝会上被人围攻 第一个官员弹劾他贪污官应五千两 第二个官员弹劾旅厂 私藏前朝皇帝赏赐予 还收藏了春宫图 第三个官员弹劾旅厂流连烟花之地 还给明记写了一首诗 这几件事已曝光 旅厂被朱元璋直接拿下 其实旅厂之所以有今日之难 不过是杨县的报复罢了 由于杨县治理扬州市多有作假行为 旅厂便准备今日参他一本 谁料杨县提前发难倒打一趴 别人也许不清楚 可朱元璋和刘伯温确实知道的 旅厂是个老实人 绝对不会干这些事 经过查验 五千两银子的事实子虚乌有 南玉印和春宫图 确实是前朝皇帝赏赐的 但仅仅是文人的乐趣罢了 至于流连烟花之地 蓝玉等将帅们去的次数更多 这些事朱元璋心里太明白了 他不想处罚旅厂这个老实人 但必须处罚针对旅厂的幕后黑手 因此朱元璋决定来一出引蛇出动 传职 将旅厂罢官夺之 流放边关永不录用 杨厂脸上都憋不住笑了 一旦被流放 路上就可能出意外 旅厂这么大年龄 出个意外死在半路很正常吧 于是杨厂真的命人暗中杀害旅厂 可朱元璋早就派出二虎随行保护 不但救了旅厂 更救出幕后主使之人 这胡大人可是个大发明家 自创了火铁尊 蚂蚁果 铜征龙 老虎邓 凡是胡大人经手的犯人 在这些刑具的折磨下没有不认罪的 但二虎主管的锦衣位大鱼 比刑部还满 绑着胡大人 叫他亲身感受一下自己的发明 有些人折磨别人可以 自己是受不得半点折磨 这胡大人就是典型 二虎还没用心 这家伙就招了 我抄 我抄 叔 是谁指使你干的 杨相公 杨相啊